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很夯的白牌的轻挡车 相较于刚才的猛兽 这一台很像小白兔 对 虽然说它跟刚刚的 我们说红牌大众机比的话 看起来真的比较温馴 但是其实这一台 它有一个称号 它叫做街道之神 这个名字很厉害 街道之神 FZS 150 其实我们可能一些 比较资深的车友 直到FZ系列 它其实2008年 开始就有一个系列 所以很多车可能都骑过 那这台因为它轻挡车 在东南亚 然后非常非常的热销 然后在印度呢 他们特别去产出一个 十周年的纪念版 就是这一款FZS 150 那它纪念车款 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它在外观上有做一些改款 这台是149cc 13匹马力的白白新档车 那它等于说像仪表板 有做数位的升级 那我们的照后镜 也有做一些改款 然后还有在椅垫部分 它把它边做分离 然后在手把部分呢 也是让坐后座的人 在我们印度啊 比较颠颇的道路上的时候 后座也可以很安全 很稳定地抓住它 有这样子的改变 你有试过这台车吗 这台目前还没 因为它才刚到台湾 所以热忱能进到我们棚内 对 那现在我们青档车 非常的夯啊 因为通常我们 白牌速克打考到驾照之后 觉得青档车好帅 好想要骑试看打档的感觉 那可能像 就是像小三叔叔那个年代 他们可能只有什么 酷龙KTR可以选择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小朋友 都非常的幸福 从去年开始 一年哦 就已经增加到 快要15种白牌青档车 可以选 像去年 震撼我们市场 12万8的 Suzuki的小R 还有像HONDA的MSX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 很多 还有很多 记不记得 对 因为这台都十几种 所以白牌能够到 有青档车 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对啊 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 没错而且这台更 更更更更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才七万吧 所以其实我们预计它在台湾 可能会造成一股消瘦的热潮 没错 等于说我们入门青档车 想要练习怕摔 然后觉得太太太重啊 或是太贵车 骑下有压力的话 这一台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住坑首选 哇 真的 没错 因为你刚刚说是 街道之神嘛 对 天哪 超帅的 麦四 怎么这台车 看起来这么像哈雷啊 对 很多人在讲到 美式摩托车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讲到 Header Deverson 但是其实呢 这个就跟我们在讲 麦当劳一样 很多人就觉得说 美式素食 是不是第一个就想到 麦当劳 对 但是呢 其实在美国当地的人 麦当劳并不是他们 最喜欢吃的汉堡品牌 其实印第安摩托车呢 它的这个创厂时间在1901年 它比哈雷还要早两年 真的哦 对 那它早期来讲呢 它跟许多美国这个 创办人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 很想要赛车的一个美国人 然后它就在自己的车库里面 去组装一些摩托车厂 但是其实呢 像印第安 它的后期来讲呢 它是跟哈雷是唯一是 美军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军用摩托车的 一个供应商 哇 它这么厉害 而且其实它设计的感觉 真的跟一般 我们刚刚看到那些车款都不一样 对 因为美式摩托车 它在设计几个特点上面 它已经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就一定要有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皮带传动 要所谓的菱形灯 以及呢 你看它的很多的这个部件来讲 都要这样子 Bling Bling Bling的 对 就很美式 而且呢 它的这个坐姿也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到 它的这个坐法 跟其他的重机不一样 它是属于一个前凳式的 好大的一个踏板啊 舒服啊 还有我刚刚坐上来 然后马上觉得 好像沙发哦 我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要这样设计 因为美国人都比较胖 所以要 我怎么听到有笑声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们这样坐起来会比较舒服 没有 像冠影 你看你这种美女 穿个这个极须 极西的长靴 对不对 皮翼 戴个墨镜 骑这个车子 敞扬在那个 那种滨海公路上面 吹着风 你看是不是很帅气 是很帅啊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老美他们这样设计啊 那还有就是 它发动起来的引擎的声音 会不会就是真的很厉害 也可以发发看 我觉得这一台车子 可以说是 今天所有的车子里面的 车王就是它了 就是引擎声道最好听吗 对 但是没有钥匙 怎么发啊 我跟你讲 刚才那个吴越说什么 他的那台什么 Pajor是不是 你们这样都很可爱的 像汽车一样 我跟你讲 时代已经在演进了 这一台车子多进步 用Keyless 所以免持钥匙就可以开了 好 那我就来发动看看 好帅的声音 内心好崩壞哦 好啦 可以了 而且像这台车子 你只要骑到巷子口 老公或老婆就知道你回来了 真的 因为太大声 就是 那你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动力啊 或者是它有没有其他 比较特别的一些 电子的配备 其实这一台车呢 它就跟一台小型的 1.8的房车是一样的 它的排气量到了 1811公升 而且它是采用V2的引擎 那虽然说它的引擎 是采用比较旧式的OHV引擎 那OHV引擎之前呢 它都有个特性 就是它非常的便宜 好维修 那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震动比较大 就是我所谓的 所以一般骑起来的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Indian 它非常厉害的地方 因为这台车 我实际骑过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 一开始我们在骑这种 美式机车的时候 因为它非常重 这台车它的重量 有341公斤 所以一般人来讲 他会觉得说 哇 这么大一台东西 而且这台又是限量版的 所谓的黑马 Dark Horse 你会觉得说 哇 好像真的 在骑一个马鞍马 这么大一台 很像 可是你在骑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因为这种车子 它就是骑帅 它不骑快 所以它的扭力非常大 它的扭力到达了16点 我记得是16.3多KGN 其实就跟一般的 1.8的房车 1.6的房车 其实是差不多 不想想想 但是你实际在骑乘呢 因为它的这个工程师 后来在调教的时候 它其实把这台车子 调得非常的顺 我自己骑起来 我甚至觉得它比哈雷好骑 因为其实在美式摩托车 会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这也是玩家 喜欢的地方 就是说 它每一个螺丝 这个什么松紧度 它都是可以调整 所以才说 没有一个 没有一台哈雷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这个在 汽车界 或者在摩托车 那就是一个工厂 制作工厂的问题 所以才没有一台车 你干嘛这样 但是呢 Indian我觉得它就非常不一样 就是它调教起来 它非常的顺 而且它非常的科技化 你看就是像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所谓的Keylis之外 而且你知道这台车 它有一个很酷的东西 它原厂就配备着密码启动 有时候我的钥匙 不见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 这个方向灯的控制器 输入个四位数的密码 车子就可以启动 也太高科技了吧 而且它其他的版本来讲的话 甚至它的整个视听系统 还可以连接蓝牙 什么之类的 是非常先进的一个美式机车 好 我准备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 excess